好 題目說 四年前ABC都為一個矩形 然後三角形A B E 還有三角形B F C 也是正三角形 然後題目要我們求 要我們求正三角形 才分譯為正三角形 然後一題目 它還有說明 我們可以得出 角FBC為60度 角A B E為60度 所以你就可以求出來 90度-60度 所以 角ABF為30度 然後因為角A B E為60度 所以角F B E是30度 然後換過來這裡 因為三角形B C F 是一個正三角形 所以這邊是60度 然後90度-60度 這邊是30度 然後現在就是關心的地方 跟上球 這兩個三角形 它們是全合的 然後根據題目的說明 就是三角形B C F 是正三角形 所以B F會等於C F F 在這裡 B F會等於C F F 然後A B 因為太角形A B E是正三角形 所以A B B會等於B E 然後這是一個率 對面會相等 所以A B會等於C F 所以就是AB等於B E等於C F 所以B1會等於C F F F 然後這邊35 這邊35 然後BF便等於CF面 然後B1便會等於C度面 所以有34 圈等格性 SAS可以格數 三角形B1便會 三角形FB1會 會全等於三角形FB2 然後既然這兩個三角形全等了 所以F1便會等於F2便 就是F1便會等於F2 然後再有三角形F2便會等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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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F PF1等於叫CF2 所以叫PF1加上叫EF1 會等於叫CF2加上叫EF2 然後所以就是等於60度 所以我就說出來 這邊是60度 好 所以三角形 就是因為 這邊等於這邊 然後這三角形這邊等於這邊 然後這邊都是60度 所以有相似的 相似的性質 就是SAL 就是兩邊加一角 就可以有正常的一個正常的 好